今日18日早上九时许,一部吊臂车因应交通灯号,停 望脚压街老街83号对开等候转灯,期间突然扑出 名赤博男子,爬上吊臂车微站在离地四米的重行 气上,他不断挥动手上铁棒,但并无叫嚣 大批警 街报道场,部分戴上头盔及手持盾牌,与该名赤 难对峙,有持盾牌警员一爬上吊臂车戒备,其后 防载场张开救生器店,谈判专家道场对涉事难 进行游说,事件扰酿于二小时,直至十一时许,赤博男中 制服,他情绪激动,或送院检查,被其劫的吊臂车 任肖先生表示,当时因为红灯停车,一停滴,瞿赤 男就秦上离,他显得一脸无奈,赤博男爬上吊臂 个动机未明,警方列发现精神紊乱人士案件处 受事件影响,亚间老街往大脚嘴方向进洗衣街 渡全线封闭,其实解封,交通逐渐回复正常 星岛头条APP经已推出最新版本,请立即更新,浏览 精彩内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